随着总统大选接近 桃园地检署最近推出了反会选影片 找来署内检察官亲自担纲 演出台版的茶会HERO 男女主角外形亮眼 号称是台版的木村拓哉 跟松龙子成功吸睛 高颜值也让民众不敢相信 他们是检察官 经典日剧HERO 描述检察官以独特的视角 和洞察力探求真实 随着总统大选接近 桃园地检署突发奇想 推出反会选影片 找来署内检察官亲自担纲 男女主角高颜值 号称台版木村拓哉和松龙子 看HERO这个日剧 就是种下了一个 就是想当检察官的种子 然后就立志觉得说 那我应该可以 为了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 我那种不太熟的朋友 会跟他说 我是带来去做网牌的 这样就不用回答后续的问 刘玉玲外形亮眼 让民众不敢相信 他是检察官 他说大肆发生车祸 虽然是法律性学生 但还是害怕的在警察局大哭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萌生的想要当检察官的念头 我就觉得说应该要让这些 涉及刑事犯罪 可是他其实没有构成犯罪 让他透过这个骰子 让他离开这个刑事程序 地检署从9月开始规划 10月开拍 希望透过轩导影片 让反会观念深入人心 而男女主角的高颜值 也成功引发话题 记者林柱长 桃人报道